那我會建議 蕁麻疹一定要來看醫生 因為這個時候 組織胺的反應在體內 它會像一個連鎖效應 會不斷的延續下去 如果你沒有看醫生 會覺得很癢一直去抓 可能就會誘發產生更多的組織胺 那這樣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蕁麻疹又叫做瘋整塊 就是我們台語俗稱的Kitsimo 那它的匿名來源其實最早的時候是 有人碰到這個蕁麻疹的植物全身發疹 我們臨床上比較常見的是 吃了一些食物或藥物以後 發生全身性的疹子 那這些疹子的特性呢 是在24小時之內會消 24小時之後又從其他不同的部位 又再發起來 急性跟慢性的區別 剛開始其實並沒有辦法看出來 我們是以時間上面來做界線 假設說你有這種風疹快的情況 超過6個禮拜我們就叫做慢性群麻疹 急性群麻疹除了全身發疹之外 嚴重的時候有可能會有眼睛腫 嘴巴腫就是血管水腫的問題 甚至有可能會活潑水腫而造成呼吸困難 這個時候就需要趕快就醫治療 急性群麻疹比較常發生的原因 其實是吃到了食物或者是藥物 食物的話包括帶殼海鮮 花生堅果類 這些都有可能會引起群麻疹 那藥物的部分的話 比較常見的是像 像Rspin或者是NSID的止痛類的藥物 那此外像吸露的物質 或者是像揮發心的氣體 或者是接觸到的東西 像灰層或者是環境的溫濕度的變化 這個都有可能會引起群麻疹 慢性群麻疹的話 有分成自發型跟幼發型 那自發型的因素就是找不到原因 就是慢性群麻疹有50%以上 其實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目前可能就歸結跟 有一些免疫的因素會有關係 而幼發型的群麻疹 就是包括像膽鹼型的群麻疹 它可能是會跟一些物理因素有關 譬如說忍熱或者是壓力的部分 會有一些關係 群麻疹的話又叫做封疹塊 那有一類是叫做化紋疹 它的症狀呢是發疹的時候 會有非常癢的膨疹 那這種膨疹會在24小時之內 起來又消起來又小 那濕疹的部分 它又叫做皮膚發炎 那這個皮膚炎的部分 包括異味性皮膚炎 植肉性皮膚炎 接觸性皮膚炎 汗泡疹 那它的症狀的話 是在皮膚上面會有小顆的紅疹 或者是一整片的紅斑 或者是會有脫皮 水泡 甚至有可能會有一些腎出液 那通常濕疹它的症狀 會超過24小時 不像群麻疹來的快去的也快 群麻疹的成因 包括像吃下去的食物 或者是藥物 或者是接觸性的一些因素 那有一些是跟自體免疫反應 感染或者是像物理性的因素 比如忍熱、環境、陽光這些都會有影響 而濕疹的部分可以分成內陰性或外陰性 內陰性的部分像異味性皮膚炎 或者是植肉性皮膚炎 而外陰性的話就是包括 你有可能接觸到什麼過敏的物質 像接觸性皮膚炎這一類的 就是屬於濕疹的部分 那在預防的部分 群麻疹是要避免這個過敏 就是過敏的因素 就是有可能會引起你過敏的因素 像濕的或者是吸露的 而濕疹的部分呢 主要是要避免騷抓 因為濕疹的部分 它是因為皮膚過度刺激引起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避免過度騷抓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要做好保濕 然後避免過度清潔 夏天的時候盡量就是要勤換衣物 就是不要讓汗水呆在皮膚上面 然後避免接觸一些 有可能會引起過敏的物質 然後保持心情愉快 規律作息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蜘蛛疹的圖片 像這個是感染型的蜘蛛疹 就是小小顆的 它也有比較大一點的封枕塊 看起來會很像蚊子叮咬 那像這個 這邊這個圖片的話就是 異味性皮膚炎 它有可能會發生在像手肘 或者是蜘蛛的這個地方 然後像這個圖片的話是指肉性皮膚炎 大家可以看到皮膚上面 會有這種脫皮的情況 只要看到表皮有一些變化的話 這個就是屬於濕疹的範圍 而蜘蛛疹就是看起來是 符符種種的 它的表皮上面是不會有脫皮的情況 蜘蛛疹的治療 我們可以分成急性蜘蛛疹 和慢性蜘蛛疹來說 急性蜘蛛疹一般我們會開力抗阻治癌 還有像外擦的塗劑 像金飛鼻的肺子膏 那另外如果急性蜘蛛疹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會給予一些類固醇 那甚至有的病人 他如果有一些眼睛腫 嘴巴腫的情況的話 我們還會給一些正身上腺素的治療 那治療的時間通常不會很久 因為急性蜘蛛疹是急性的 所以我們治療的話 大概一到兩個禮拜就夠了 慢性蜘蛛疹代表說你的症狀 就是這些風疹快 他已經持續超過六個禮拜的時間 那因為慢性蜘蛛疹有一半是找不到原因的 所以一般我們會先抽血 看一下你的免疫系統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那治療的時間通常也要比較長 會需要三到六個月甚至更久的時間 那在藥物的部分 我們會給予第二代的抗主治安 就是第二代的抗主治安 它是比較不適睡的 那如果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還沒有改善 那我們會把這個第二代的抗主治安 調整它的劑量到兩倍到四倍 那甚至有些人對這樣的劑量效果還是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予第三線還有第四線的治療 包括像現在有一些新型的生物治劑 還有一些免疫抑制劑 那面群麻疹另外還有一種治療方式 我們叫做減免療法 那這個療法很特別 它其實是抽自己的血液 它可以用全血或者是說把它離心層血清 然後再打到自己身上 那它的作用原理的話 其實是讓我們的免疫產生一個適應性 所以去減少這個免疫系統 常受到刺激的一個情況 那它的治療的話 就是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做一次 大概會需要六到八次的時間 不是喔 急性群麻疹的部分 它是因為一定是有吃到或者是吸入 或是碰到什麼過敏性的物質 引發的一個急性過敏反應 那這樣的反應的話 雖然它在24小時之內會消掉 可是它之後24小時之後又會跑出來 那我會建議群麻疹一定要來看醫生 因為這個時候這個主治癌的反應在體內 它會像一個連鎖效應 會不斷地延續下去 如果你沒有看醫生會覺得很癢 一直去抓 可能就會誘發 產生更多的主治癌 那這樣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治療藥物 去把這個連鎖的過敏反應把它中斷掉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把這個體內恢復一個正常的狀態 群麻疹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疾病 就是在醫生當中就是有20%的人 他會發群麻疹 那一般群麻疹的話 因為是跟這個過敏的物質會有關係 所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過敏的物質是非常重要的 那部分的人他可能吃了蝦子 然後發了疹子他自己會知道對蝦子過敏 或者是對某一種海鮮過敏 可是如果第一次帶徐麻疹的話 他可能就會不知道自己是對什麼東西過敏 那我們就會請病人去回想說 他這兩三天是不是有吃什麼食物 或是吃什麼藥物 所以我們這個日常生活的紀錄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樣子才能夠紀錄說你對什麼物質有可能會過敏 那甚至是藥物 藥物的話可能就要登記在健保卡上面 接下來環境的清潔也十分重要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是對灰塵 或者是對貓毛狗毛過敏 所以我們環境的部分就是盡量要保持這個溫實度不要太高 這樣子也可以避免群麻疹的發作 如果自己在家裡發生群麻疹 不要緊張 你可以馬上就是冰敷換部 放這些膨疹小一點 然後趕快到醫院去找皮膚科醫師 現在在錄啊 對他在錄 一天照三四次這樣撕破 結果傷口根本就長不起來 就是太認真的病人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一起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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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